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 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一个 免费call in 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 in 进来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宣荣老师都会亲自 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 很开心 在这两天 有位投资朋友陈先生 特别打电话进来 谢谢宣荣老师 这位陈先生说 他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曾经打电话 进来我们的call in 专线 问到一档股票 5398的立伟 当时他说 是听到有很多投雇老师 在推荐说 这家公司也开始进军到 生计产业了 也算是生计概念股 营收看起来也大幅度增加 那想说 这个地方他跑去买了 结果有点套怎么办呢 打电话进来问 结果陈荣老师特别叮咛 看起来消息面是一堆的利多 可是技术面呢 当时我说 已经百战指标 高档开始背离 而且特别小心的是 融资大增之后 股价开始上不去了 这时候是谁在卖呢 特别叮咛说技术面要小心 小心有大户在出货 有做头疑虑了 所以他就赶快 趁着有反弹上去的时候 把他换掉跑掉了 他说幸好有那时候 打这通电话进来 有问一下现龙老师 如果说没有问 还在现在继续包的话 结果大盘这一波 从9000点涨到9800 没有赚到就算了 还抱着立伪 现在股价居然从46块 跌到36块 跌了足足两成多不见 所以他说 这位陈先生 特别谢谢现龙老师 那时候打电话进来 有提醒他 立伪的股价已经在做头了 大户在出货了 那当然他说更开心的是 后来因为加入到 现龙老师的会员 跟着我们操作 这台药 不但立伪这个小培 能够去赚回来 现在台药 已经大涨到 这个48块多 当然现在又更开心了 那这个部分 回来继续谈 谈到这个行情 其实还记得 在3月6号的时候 上个礼拜一 我们那时候提到 大盘指数 开始酝酿一个弹升 但是攻击量能不足 会造成一个 什么样的现象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那一天 3月6号 写给会员朋友的 分析日记 那天大盘指数 开平拉高 涨了34点 我说短线开始 酝酿一个盘升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成交量 急缩到680亿 量的趋势仍然偏弱 指数预料会在 9600到9800点附近 先做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所以你会看到 大盘指数 目前的一个走势 后来是不是 按照我们规划再进行 涨上来 上个礼拜最高到多少 礼拜三那天 最高来到9773 9800遇到压力 过不去 又做一个拉回 礼拜五 最低跌到9562之后呢 开始尾盘拉高 今天又涨上来 目前涨了59点 来到9687 你会看到 就按照我在上个礼拜 所做的一个帮会员 做的一个规划 就在多少 就在9600到9800 一点附近 做一个震荡 那接下来的行情 又会何去何从呢 如果关心大盘指数的投资朋友 我都欢迎大家 如果说你真的关心指数 你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每天都会有一个针对 大盘最新的价量结构 这个筹码的留下 做一个完整的台股盘后报告 或者是用智慧手机 有LINE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现在也可以加 县荣老师 加入到你的LINE好友里头 我们的官方账号的ID 请搜寻小老鼠Y-O-U-R-B-E-S-T-T-E-A-M 这地方将县荣老师 加入到您的一个 这个LINE好友名单之后 县荣老师最新的一个大盘的看法 都会再利用Facebook或是LINE 分享给大家 那在盘中 其实我一直提醒 尤其到了这个阶段 指数已经不像2月上旬 那样狂涨上去的资金狂潮 已经结束 开始进入到一个震荡盘的时候呢 那操作难度当然会很高 所以我其实在今年一开始 就提醒大家 你今年要赚钱 倒不是说 你希望指数能够天天涨 毕竟那是少时 有时候会 今年2月上旬 已经将涨了一波 接下来你要赚钱 记得就是这两个字 关键在于选股 那选股你说怎么去选呢 好 我不厌其烦的 再提醒大家 要去选股 你要先去看懂股价的结构 到底在哪一个阶段 好 那所谓的结构 我把它分成四种 第一个潜龙悟用 第二个见龙在天 第三个飞龙在天上去了 第四个抗龙游毁 好 那这四种结构里面 你要特别小心的是 潜龙悟用跟抗龙游毁 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龙代表的也是趋势 势仍然潜伏在地底 未见天日 这种股票通常产业趋势 仍然持续在衰退 股价处于弱势阶段 都不要去贸然的摸底 相对弱势的股票 大盘大涨的时候 也会补涨 也会反弹 但是呢 补涨反弹 我都会建立 这时候应该太弱则强 赶快换股操作 才有机会赚回来 不然你可能就是虚耗时间 那相对的 抗龙游毁的股票 是过游不及 气力将近 这种股票你更要小心 因为它通常都已经 处于头部阶段 看似人强 时尽末路 当思如何下台 以免毁不当初完 所以就像这当中 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 陈先生 为什么现在 要特别谢谢县荣老师 因为当时县荣老师 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 当时就特别叮咛 技术面上来看 这已经有做头的疑虑 大户已经在出货 所以要赶快跑 不跑的话 你会发现 后来指数 虽然又大涨上去 从9000涨到9800 可是整个立伪的股价 居然从46块多 跌到现在 剩下36块 跌了两成多不见 那时候就提醒大家 有大户在出货 有做头疑虑了 对不对 那证明了 真的 你一定要去检视 手上的股票 如果产业趋势下滑 业绩衰退 或是技术面已经大户在出货 已经大户在出货 已经有做头疑虑的股票 就要赶快跑 不然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不止立伪 再举个例子 这是这个10天以前而已 那时候 有位慧如小姐 在我们网站 利用这个持股诊断表 问到3535的财经科 那这档股票 我去年也曾经提醒投资 朋友会有一波嘎空 但是嘎到3月3号 我还特别叮盈 这时候看起来 好像还在嘎空 但是融资已经开始 暴增上来 那融资暴增 再加上量 已经就明显的 周转率过大 2月24加3月1号 两天成交量就4万多张 周转率超过6成了 所以我说这时候呢 应该要怎样 这个抗融有回 居高四危 提防嘎空过后 还会再反手杀多 那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天股价还有21块45 到今天股价居然 已经杀到多少 杀到剩下17.05 短短一个礼拜左右 指数是在9600到9800 来回震荡 一杀下来就跌了两成 对不对 是不是嘎空过后 开始反手杀多 所以我还是提醒大家 在这个阶段 最重要 你一定要去检视手上股票 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将抗融有回的股票 将潜融勿用的股票 尽早还把它换到 我所说的 见龙在田跟非龙在田的股票 当然如果你不晓得 你手上的股票 到底现在是在哪一个结构 哪一个阶段当中 会不会大户已经在出货 抗融有回 准备要转入了呢 这个部分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 call in 专线 0800 787 588 call in 进来 留下你想问的股票 让现龙老师 能够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 将过去20年来 所累积下来 技术面 基本面 点点滴滴的功力 来帮助你 帮助你做好持股的诊断 帮助你有机会 在股市里头成为赢家 好 那回来继续谈 谈到我说 股价有四种结构 里面最应该买的是什么 最应该买的 就是其中 建龙赛田的股票 所谓的龙 代表是出入头角 趋势正出入头角 准备要大展身手 这种产业处于萌芽期 正准备进入成长期 股价低档开始转强 正是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 大波段操作 就会有可观的获利可齐 不用每天在那里杀金杀出 那等到股价飞龙在天上去 趋势已经如日中天 气势如虹的时候 产业正在加速成长 业绩大幅上扬 这是股价最强势阶段 强势股你就提前布局好了 在前一个阶段就买好了 对不对 这时候就牢牢警报 但是也不要得意忘形 乐观勿忘神圣 这是我不厌其烦会去叮咛大家的 那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台药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买 今天台药股价 亮灯涨停板 我带着会员去追吗 没有哦 来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到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布局 12月8号 那时候推荐会员朋友 新买进一档 大数据新黑马 6274的台药 为什么看好它 因为主力产品 耐高温高速铜箔基板 这是物联网 巨量资料 4GD台都必须要有的上游 关键领主线 受惠于物联网 受惠于大数据的商机 在这里看到它的业绩 开始产品公币应求 报价持续看展 营收也创下历史新高 启动了成长动囊 再加上技术面 那时候有大户在进货 有转强讯号出现 按照盘中指示 在逢低布局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现龙老师 买股票 是不是就很坚持 要找到产业面 有爆发性成长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业绩真的会成长的好公司 而且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在做逢低布局 好 那时候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到了上个礼拜 这是3月9号的分析日记 都还在跟会员朋友 继续追踪 会员34块多布局 买进的物联网 新黑马 6274的台药 现在公布 2月营收12.95亿 又继续的创下历史新高 那股价在昨天大涨3.5%之后 今天 这3月9号写的 拉回来小跌三毛做收 表现人强 准备要来挑战新高了 手中持股 仍然继续的爆好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看到 台药的部分 从当时34块多布局买进 对不对 到股价今天亮灯涨停板 而且是领先大盘 指数还在高档震荡 9600 9800之间来回的时候 股价已经创下波段新高 48.45元 又已经大赚了四成多 那这时候要去追吗 我提醒大家 不是叫你现在去追台药 好股票 你不要在急涨的时候去追 现在股价已经废龙在天上去 我们就只要抱着就好 要买也是大家回再找买点 要买最好是跟着我们 当股价还在建龙在田的阶段 还在刚刚在发动公事的时候 就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对不对 那重点你会发现 这就是我们在带会员朋友 在推荐会员朋友买股票的方式 那不止台药 包括我们的新黑马 这是上个礼拜 开始推荐会员朋友一档 大户在进货 股价正在转强的涨价概念股 它的中专产品 包括医疗工业用 需求都在持续成长 现在产品价格也持续在提升 第四季EPS 我们估计会比上一季 大增个七到八成 二月营收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股价也在融资大减之后 指标开始翻扬 突破下降压力线 季线半年线 黄金交叉 正准备大户进完货 开始发动波段公式 就跟那时候34块多的台药一样 那今天也已经开始加温 早盘已经涨了3%多上来 好股票都已经开始发动 那我只能够提醒大家 你仔细看就会发现 发生陷荣老师跟其他投股老师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 我不会像其他投股老师 每天只在那边告诉你 今天买了什么 马上就会涨停板 现龙老师选股票 真的非常的严谨 我们真的是 按照我们的选股SOP 锁定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来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业绩真正会成长的公司 这才是我们要的 并且检视筹码面 有搭户在进货 观察技术面 转强讯号出现 这样的股票 我们才会推荐给会员朋友 就像我们今年持续锁定在 iPhone 8 车用电子 大数据 物联网 爱车大物 这四大明星产业 锁定业绩真的能够 因此成长的好公司 一档一档的来找 然后坚持买在建龙在天时 爆在飞龙在天时 卖在抗龙有回时 这就是我们做股票的方法 还要这样子赚的 现在还在继续赚 对不对 就像一月份推荐大家 4912的联德 受惠于伺服器 抽用零组件 现在需求都在大幅度成长 那时候营收创下了新高 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货 有转强讯号 86块多买进 后来林彪四肢涨停 大赚四成多 等到股价 发现抗龙有回了 全数突清 获利入带 包括像2月9号 我们推荐大家 4739的康普 接下来看到它的业绩 受惠于Tesla跟Panasonic 盖着超级电池工厂 开始营运之后 带动了它的这个需求 开始大幅度成长 营收创了新高 启动成长动囊 技术面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那时候才46块多推荐 现在也已经赚到59块多 还在继续赚 对不对 那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黑马股 准备要发动 当然新黑马 我们已经在陆陆续续 在做布局了 如果说投资朋友 错过了之前的联德 错过了之前的康普 错过了这个 台药的投资朋友 那这礼拜 我们就会办一场 线上演讲会 紧急再帮大家来寻找 接下来又有哪些 业绩开始启动成长动囊 技术面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 又有机会发动 波段公式的台股新黑马 礼拜三 3月15号 就要正式的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播出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想要这个 掌握到台股新黑马的 都欢迎大家 尽早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把握下一支联德 下一支康普 下一支台药 将赚钱的一个机会 休息一下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引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轻支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现时台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轴轮精细的客观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 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障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那最近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都说真的很认同 宪荣老师操作的一个观念 的一个理念 而且呢 也很佩服 宪荣老师选股的功力 从台药 连德 之前的建准 到现在的康普 一挡一挡的 这样帮会员朋友 找到很多的好股票 稳稳的在赚钱 那可是有人说 他手上的股票还套牢 是不是要等到解套了 再来加入会比较好呢 那这个部分 当然我知道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股票套牢了 都想说等到回到成本 等到解套再说 结果呢 你会发现 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害着你 害着你 报了错误的股票 弱势的股票 等等看再说 等等看再说 结果等到最后 它就是越来越苦 我举一些历史 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 在记得 当时买了宏达电 从1300块的时候 跌下来 就开始一路的买 一路的加码 一路的摊平 都想说 哎呀 总有一天 反正股票会回来吧 那结果呢 等等看 抱着会不会解套的结果 现在呢 很多弱势股 真的当它产力趋势在下滑 业绩在衰退 那个股价真的是深不见底 从1300摔到600 你觉得够低了 600再跌到300 300你觉得够少了 300再跌到150 腰斩了几次 你想说够了吧 150现在剩下多少钱 76块 所以你会发现 一档弱势股是这样 当它产业趋势在下滑 业绩在衰退的时候 股价之前不管跌了多少 你觉得跌很多了 后面可能都会再跌个五成 这就是数学 这就是数字 1300会变600 600会变300 300会变150 150现在会变76 所以弱势股 我为什么说 你不要执着在那里 一定要懂得放下舍得 人生有四苦 一是看不透 二是舍不得 三是输不起 四是放不下 当你输不起 当你放不下 当你舍不得 当你看不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真的很难 能够去摆脱 这样的一个苦闷 那如何去摆脱呢 记得 有一种心态 叫做放下 有一种智慧 叫做舍得 人生一定是 有舍才有得 当你能够舍去 弱势的股票 尽早难够 太弱则强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就像 我刚才在上一段 举的例子 我们的陈先生 如果那时候立委 不舍得说 赶快要出 大户在出货 做投讯号出来了 还在继续死报 活报 那现在呢 大盘就算涨到 9800又如何 最近的立委 股价一样 从这个做完头之后 一路的跌 从46块 又跌到36块 可是因为 他当时能够知道 要赶快跟着我们 接受 宪荣老师的建议 赶快来换股操作 所以呢 避开这一段的下跌 然后又跟着 宪荣老师 找到第一档 转强的股票 台药 开始在大户 刚进货 股价转强 巡号出现的时候 34块多布局 现在呢 已经赚了 四成多上来了 你会发现 这一来一回 差了多少 一个是 不用去 赔这两 这个 多赔这两成 一个是呢 已经赚了 四成回来 一来一回 差了六成 可能100万 就差了60万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所说的 专业的价值 能够去真正 帮助到投资 朋友的地方 当你在这个股市里头 还在用错误的方法 继续的这个赔下去的时候 那还在用错误的股票 继续抱着 想要等待什么时候 能够这个 整个回到成本的时候 为什么不懂得赶快 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呢 所以我只能够奉劝大家 当你方法不对的时候 你一定要改变方法 不要再用方法的 这错误的方法 继续赔下去 那股票不对的时候 当然要赶快 太弱则强 那万一 你曾经加入 其他的投资老师 还跟这个 带着你去乱追高杀低 结果现在掏了一缸子了 老师不对 我也只能奉劝大家 尽早的 这个 气暗投明 It's never too late to change 记得 这个能够去做好改变 才有机会 跨出正确的那一步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所以在接下来的行情 我会提醒 那大盘指数 现在就在这里 做一个震荡的时候 怎么办 当然指数先放在一边 重点 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你手上有股票不对 来找我 我尽量来帮你 帮你怎么样去调整 调整到我所说 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检视筹码面 有大户在进货 技术面在转强 讯号出来的股票 这样的股票 我不敢说 保证你每一档 都会飙涨停 都会大赚 但是呢 你会发现 能够按照这种SOP 来去选股 来第一档做布局 大波段操作 你就有机会 很高的一个几率 在股市里头 一档一档的 这样子累积财富下去 那难免有看错的时候 没关系 收回资金 这个地方小赔 对不对 赚就是赚了一个 大笔的回来 所以你看到 我们为什么今年 一直锁定在 四大明星产业 iPhone 8 车用电子 大数据 物联网 一直坚持 里面这个业绩 能够真正因此成长的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 那种投机股 炒作的股票 我们不要 我们要找是业绩 真的能够成长的 这样才能够走得 长长久久 而且坚持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买在建容再填时 就像我们一月份 推荐给大家的联德 对不对 当时就是发现 物联网跟汽车零组件 提供它双成长动囊 带动了业绩 开始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囊 带动了股价开始 那时候五周军量出来 超过十周军量 突破下降压力线 大户进完货 准备转强讯号出现 86块多 推荐大家买进 连标四只涨停 涨到120几块 抗龙有悔 全数出清 获利如带 赚起来了 对不对 包括我们上个月 推荐大家的康普 也是发现 它生产的电池 电动车 电池材料 配合客户的要求 积极矿充厂能 订单掌握在手中 营收开始启动 成长动能 创新高 股价呢 在融资大减过后 指标翻红 突破下降压力线 准备要发动波段攻势 46块多 推荐大家买进 赚到现在59块了 对不对 台药也是一样啊 34块 发现物联网 大数据 带动它的一个 耐高温高速铜波机板 需求供不应求了 产品开始涨价了 技术面 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了 所以在建龙再填时 就买在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今天已经涨到 48块多了 对不对 今天涨停板 我们就不用再去追了 因为我们就是 买在这个低档 就已经带会员朋友 上好车 赚起来了 对不对 再来看到 自身科 更不用说 我们去年的代表座 64块 正是看准了 巡机防滑系统 喷射引擎 涡轮增压系统 这些关键领主件 需求都在倍增 大户在60几块进货 我们就在当时 转强讯号 刚出现的时候 逢低在步步步局 现在呢 已经赚超过一倍的利润了 这就是我们在 做股票的方式 不用等到高档 才去追啊 能够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才有机会 赚到大波段 那现在新的黑马 这档涨价概念股 最近融资大减完 指标翻红 开始突破下降压力线 大户进完货 股价正要转强 正准备要开始 发动波段攻势 机会已经不多 可能随时要发动了 我们这地方都欢迎大家 尽早跟准备的脚步 一起来锁定 一起来布局 也欢迎大家 赶快来报名这场 三月份的线上演讲会 继续掌握 下一支联德第二 康普第二 台股新的黑马 发动的机会 三月十五号正式开播 欢迎大家 尽早预约报名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运达走步 接近您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 重存性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心推荐 02-2781-0909-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2781-0909 以上是记者哨庭 在街头的采访报道 记者目击一场车祸 有一辆台